投桥创作挑战赛娱乐圈比较有名的 男艺人王一博肯定算前几 其实认真算起来王一博作为偶像活动的时间很短 信函以后舞台很少 练习强度肯定没有以前大 他只需要按照自己喜好练舞就行 国内没有让偶像好好发展的环境 内于公认的业务能力 Top几位偶像都在拍戏上综艺 舞台都很少 一博的天赋没有专业舞台确实很可惜 现在王一博业务能力出圈了 高博说过王一博的街舞水平能达到职业水平 虽然和国外的大神没法比 但是在娱乐圈是顶端的那一批 高博是谁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北京五家舞团体以及国际赛事KW创始人 影响力大 水平高 谦虚好学 尊重专业舞者 推崇专业舞者里的顶级 在街舞推广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比他个人舞蹈实力更重要 他的核心竞争力是舞台 舞蹈 摩托车 滑板都是锦上添花 舞台是根本 参加街舞三是非常准确的选择 在这个综艺里的他真是闪闪发光 影视资源 演技是相对的短板 不是说他完全没有 而是和陈述演员相比还需提高 有匪有比较好的制作班地 有IP加成是成功的一半 丁与火也一样 不一定是暴剧 射播即可 他需要的是在一个圈子里站稳 好的搭档 好的班地 不计较范围 这是个很明智的选择 后续能不能站稳 还是要看演技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重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娱乐圈应该不论咖位 该论实力 在一部影视作品中 想要一番 只要你的实力能扛住这个位置 什么是实力 演技要够用 能为角色天才而不是拖后腿 影响力够强 因为你的家门能让大家都跟着赚钱 王一波爆红后 参加四年会是跨年 从来没有要求过压咒出场 但是他的每场舞台都是当晚播放量最高 好多大型晚会经常会选择一些年纪稍长 成名已久的人做压咒嘉宾 他们的咖位是用一部部作品累积起来的 咖位就像人的面子 是自己震的而不是别人给的 王一波跨年舞台 一个街舞高手去完成一个四分多钟的现代舞表演 天生中只有目标和对如何完成目标的决心 他的路线呢 影视和优秀班底合作 磨练演技一年有两到三个经典舞台 综艺上没有盲目参加大热综艺 而是选择专业性较强的展现自己拼搏的一面 非常正能量 大言方面适当举舍吧 留点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才能可持续发展啊 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戏的效果 口碑好加上流量 他就在顶流站稳啦 如果转型不成功 就有点危险 因为毕竟他是要走演员这条路的 黄一波厉害 期待728热烈 请不吝点赞订阅